大家好 新代哈尔滨 今天去看中华巴洛克风情街 往前走两百米就到了 往前走 刚才看到有一个箭头指向这个方向 这现在路过的地方都是卖锅碗瓢盆的 就是卖厨房用具的 看一下那边的建筑 应该是比较老的了 这边有个老街沙锅居 始建于1937年 那今天中午吃饭要不要考虑在这边呢 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了 但是没有看到牌坊 也没有看到那几个字啊 这边有个张包铺 始建于1902年 那看来这边全是百年老店啊 厉害呀 这边有个牌子 蓝薰街和蓝二道街 这个雕塑挺有意思吧 应该就是这条街了 因为这边写着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我们往这里面走啊 我估计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下午 或者晚上更热了 我这上午来的有点早啊 全都是百年老店啊 那今天中午吃饭的话 可以考虑在这边吃 等一下到中午就知道了 现在还有点早 这个地方下午晚上肯定会热闹非凡的 现在太阳躲在云里面了 好凉爽啊 今天的温度是29度 要是有太阳的话 还是会有点晒的 我来看看啊 这个这一条街这么长吗 这么窄的路上 还有这个小火车 这个确实有点 影响人们走路了呀 发现了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 我们进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太阳它晒不倒啊 哇真凉快 外面很热 这边很安静 这里面是干嘛的呢 出来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这条街我发现很多这个老字号 应该都是比较好的 这个哈尔滨的美食啊 这个今天中午吃饭 肯定是跑不了了 等一下就在这边找吃的吧 往前走 这边发现了很多俄罗斯套娃 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最经典的玩具啊 全部都是这些可爱的套娃们 这个到底好玩 在哪儿我也不太懂 这个是不是拿一个里面 还有很多个 所以叫套娃 我猜的应该是 前面再往前走一百多米 就是出口了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 那边有个牌坊 这里的房子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 花大价钱造的 那个时候哈尔滨可以说是 整个欧亚地区的核心城市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哈尔滨 是非常繁华的 因为哈尔滨很多像这样的老建筑 差不多都是一百年前建造的 非常的经典 这前面应该就是 另外一个方向的入口处 那边写着百年餐饮老街 往这边走 前面有很多人在拍照呢 他们在拍啥呢 拍的就是墙上的那个字 这里是中华巴洛克 现在没有太阳 还是比较凉爽的 远处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大的烟囱 吃饭时间到了 看一下这个里面全都是美食 然后这边还有呢 刚才我选了一个猪头肉 全是好吃的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这个店的环境还是可以的 然后吃饭时间到了 我的菜已经点好了 这个是砂锅炖豆腐 刚刚端上了 还在冒热气 这个是猪头肉 他说不用拌 就这样直接吃就有味道 然后再来上一碗米饭 先火开吃了 吃过饭了 刚才那个饭菜的味道呢 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宗的 它那个猪头肉 它是什么熏酱味 之前还真没吃过这种味道 就是口感味道是可以的 但是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冷的 如果是热的 或者是拌一下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但问题是 它那时候如果拌了 那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所以说它只能吃这个 熏酱的味道 然后那碗是豆腐炖肉丸子 那个12块钱一碗 价格不算贵 味道也比较正宗 口感味道上是没得说的 毕竟百年老店嘛 对吧 所以说食材方面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感觉它的服务 还是有点跟不上的 就比方说你要想喝白开水的话 它有一桌人 你问他要 他就会给你拿 像我这样一个人 你问他要 那就没有 那餐饭纸就不用说了 要得买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服务和南方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今天中午吃的 这一共花了是多少钱呢 一共是50块钱 今天晚上得吃快餐了 得省点钱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